来看一下 介组刚才咱们所说的 看一下列表当中的几个操作 它的时间复杂度到底都是多少呢 先看第一个 这个代表的是所以 加方括号代表的是 你指定一个位置把元素取出来吧 这时候O1 O1代表的什么意思 代表通过一步就能取出来吧 你看 这是一个列表 当中有这么多元素 你去使用索引取元素的时候 发现它是一步就能定位到 比如说我想取第九个位置多少 那可能直接就找到这了 所以这是 你要知道 这个索引不是说从头到尾找到的 而是通过一步就能达到的 所以这是 所以它的步骤是O1 先带着这样的观念啊 我们去讲数据结构的时候 你就能知道它为什么是O1了 然后看一下 这是对它按照索引方式进行复值吧 第一个是取值 第二个是复值 同样是O1 然后opend呢 是在尾部追加吧 尾部追加的话 它只需要执行一步O1 然后pop呢 不加参数代表的是从尾部往外谈吧 往外取 同样是O1 这时候你再看一下 popi代表的是从指定位置去吧 从指定位置 从指定位置发现多少 on on 这个n代表的是谁 代表的是列表长度啊 代表的是列表长度 那你这时候想了 我i如果是代表的是列表的最尾部 那它应该是执行一步就可以吧 但为什么是on呢 我们说了 是不是考虑的是最坏情况啊 最坏情况是不是就从头部去取啊 那它代表的是从后往前找到了头部 所以是on便利了一遍 最坏复杂度 所以这是on 然后inserti item在哪个位置上面去插入元素 这时候你看 是不是on的 然后往下删除这个东西的话 也是on 为什么删除的时候还是on呢 它代表的是我一个元素 一个元素的都要去清除吧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直接整形 如果里面存的是一些个别的数据类型呢 比如说列表当中存的每一个元素 全部都是字典 那也就相当于我去删的话 要求list里面一个字典一个字典的删吧 所以要删除全部 必须是on 然后iteration呢 代表的是迭代吧 我们去使用报操作的时候 是on最好理解 然后content代表什么 它代表的是使用in操作符 判断一下 看三是不是在这个列表当中 看三是不是在列表当中 我们现在看是不是得变了一变才知道呀 所以in的话应该是on吧 变了一变 然后getslice 这是代表的是取切片 取切片 取切片的意思相当于是说 我从x位置开始取 取到y吧 对吧 取到dy的前一个位置 这是切片所定义的吧 那你看除了一个k k既不是n 也不是x 也不是y 那是什么原因 先想一下啊 这是什么意思 我在去取切片的时候 要从x这个位置开始取吧 那我一下定位到x 这个操作是 时间复杂数是多少 是o1吧 是第一步吧 我直接定位到x 然后呢 我相当于是取到y的前一个吧 那x到y之间有多少 是k 你想我执行的过程 是不是就是 一次定位到x 然后一直一个一个取 取到y前一个就可以啊 到底取多少 就是x跟y之间的差别吧 那差别就是k 那你想这时候 跟他有关系吗 没关系吧 你比如说是 有一百个元素的 我去取从2到3 是不是也只取一个 一万个 我去取从2到3 是不是也只取一个 这时候只跟我之间的距离 有关系吧 也就是取几个有关系 跟n就没关系了 所以这是k 然后再往下 删除呢 删除呢 删除一个切片的时候 为什么变成n了呢 你想我要为什么变成n了呢 我把中间这一部分 给它删掉之后的话 中间这几个位置相关于空了吧 空了的话 你在我们再马上去介绍 它的数据结构的时候 它要把后面的元素 全往前移 全往前移 把中间的困位置给补上 所以那你想的情况下 如果说我把第一个 从前面的位置给删掉 那后面的所有元素 都要移过来 总体的复权复杂度 仍然是n 然后设置切片 设置切片 是不是又冒出了一个k 设置又冒出了一个k 那你就想了 如果我设置切片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列表 是上面这个元素 我给它设置元素是什么呢 从0到3 也就是说0到3代表的是012 三个位置吧 012我给012 012这三个位置 我要给它补充上什么东西呢 给它补充上 122345678 补充上这些东西 那么它执行的结果 就是把2345677 一起放到了 把前三个位置给替换掉 这切片复制 大家什么没使过 它是同样具备的 大家下课去试一下 你在去试的情况下 它就相当把前面三个元素 给改掉 把所有的元素 给它补充上来 而且是作为 不是作为一个单个元素 而是把里面的东西 放到这里面来 那你这时候想 那你这时候想 我首先要做的操作 应该是先把那三个元素 给删掉吧 也就是说这切片的元素 删掉 一删掉的情况下 又是delete slash吧 这时候时间复杂度 是不是n啊 n完之后 我要把前面这几个 要把这个 这一部分的第二个列表 可以补充上去啊 补充上去的话 要补充多少 是k的 这个列表有多少 我是不是要补充多少啊 所以它的时间复杂度是n加k 你要知道k是补充上那个东西 然后再往下 rewards代表的是什么 逆致吧 也就是说 现在的元素是12345678 rewards相当于 反回来是8765321 对吧 这时候容颜是on 然后concatenate代表的是 我们刚才使用的那个加号 把两个列表加到一起 加到一起的话 你看一下 它是k k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k表的意思是 代表的是 就这个 把第二个列表东西给补充上去 那k就指的是你第二个列表当中有多少个元素 我往后面去添加 你想一下 往后面去添加的时候下 在对委添加数的oe啊 我把那个拿过来 所以它就是k 然后排序的话 sort 也就是说 它封装了一个套排序 那这个就跟他去使用的这个排序算法有关系 现在你保持疑问 它是nlog 然后multiply代表的什么意思 一个列表是不是可以去乘啊 对吧 现在有一个列表 lis 它是1 那我现在对列表乘以 乘以10呢 形容的结果是什么 里面有10个1的 对吧 那你看一下 它执行的是nk 如果我这列表本身是1 2 再乘以10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几次是k 上面列表是n 最终形成的是不是n乘以k的 所以它的时间复杂度是n乘以k 这里面需要大家记住的东西是哪个呢 所以是o1 然后对尾添加是o1 然后使用这个弹出和插入在任意位置的话 它是on 查找是on 知道这几个 然后看一下字典 字典我可以复制的时候 它是on的 最好理解吧 我应该把字典当中的所有元素 全部再生成一份吧 那需要知道里面有多少个元素 所以是on 然后呢 取的话 我们再去取的话 是不是可以通过键立马取到值 所以是o1 设置的话也是o1 删除呢 这时候你就要注意 它删除的是不是删除整个字典啊 它删除的是里面字典那个键 删除一个字典键的话 是o1 包含的情况下 使用in的话 既然你是使用的字典 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便利了 字典的一个特征 是不是它维护着那个键的这个数据结构呢 所以它能一次找到看一下当中是不是有迭代的话是o1 这是需要大家知道的 我们再去使用这两个数据类型的话 对于不同的操作 它有相应的时间复杂度在里面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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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